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渴望祢 我们寻求祢的时候 神啊 祢就是我们那个不会短缺的泉水的神 使到我们能够满意 使到我们能够满足的主 主 我们要祷告奉主耶稣圣祢名字祈求 耶稣圣祢我们先做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祢赞美 感恩 我们祈求圣灵继续地来工作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祢的宝雪来遮盖 洁净 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不义 主啊 哈利路亚 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 美好的圣灵 大大的来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你的恩高灵活 大大的来 释放在我们的当中 感谢神 赞美神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主啊 今天早上我们要朝见你的面 我们要高挤耶稣你的名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祈求圣灵 你也继续的来看顾那些 还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 主啊 也保守他们的脚步 很快的来到我们的当中 来敬拜神 主啊 我们谢谢你赞美感恩 主 今天早上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被敞开 让我们每一个 主啊 都进到你的同在里面去 主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 主 我们把整个的四个的团队 都交在你的身手 主啊 你来高末带领 主啊 哈利路亚 让全个会众都来敬拜你 都打开我们的心 来与你对齐 主啊 我们谢谢 荣耀归给上帝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将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各位 我们每个人都要开口 一起 白色 将天敞开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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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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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天敞开 your door Krm Krm 后来 khose 在这里 我的你 当明前 曾将天 传将地 曾在这里 我在我眼睛 放作天地 传终因地 曾经在了你, 弄得我的地区, 生命远的地区 曾经在了你, 弄得我的地区, 弄得生命远的地区 天上地区, 合影尽本, 万物耶稣进入圣洁 高原永远归命, 天上地区, 永恒因尽本, 哈利路亚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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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路亚 你不遍上帝削 我能不能临近的 阿里路雅 阿里路雅 我能活距离 我能活距离 把你牵着 跳脸 传向你 我们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抱着我 抱着你 抱着你的心 我们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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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抱着你 抱着你 让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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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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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神よ來自身,神よ起од effect 祂は燃烈的野霖 世詞 祖國神よ起在 Forever 祖國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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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我们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赞美我们全能的神 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 祢圣主祢是王 哈利路亚 感谢神 感谢主 感谢耶稣 主耶稣再一次 用祢的宝血来遮盖 接近我们 再一次用祢的圣灵 继续地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可目的的灵 不止不停气 主啊 我们谢谢祢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谢谢祢 神之家上的爱 感谢神 感谢主 在世间 有个确定能变道理 那就是耶稣爱你 但是是没有任何地平和困难 但是我们一生的爱不见 是没有任何地平和困难 是没有任何地困难 但是我们一生的爱不见 是没有任何地平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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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要神主告诉我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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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神主告诉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你 主耶稣爱我 我们就开口来感谢神 感谢神那不是有不必的爱 无条件的爱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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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舍在社区下 为我们舍掉祂的生命 耶稣爱你 祂就是这么爱你 祂就是这么一样的去爱你 所以你愿意不愿意的 把自己也完全的献给祂 完全的来顺服于祂 让祂的爱来拥抱你 让祂来帮助你 让祂来在你的生命里面 来得荣耀 来见证祂的美 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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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就是这样 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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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舍在社区下 为着你 为着我 舍掉祂的生命 祂的爱就是这样的 向你显现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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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藏著大海面 我才發現自己是我表現 但是在你藏著大海面 曾經發現天有多好 浩瀚的你走著 我真的微不阻擋 將回程消息也沒有知道 你永遠的信息 反覆在對著我微微信仰 你先想告訴我 一切它都看見了 我所有珍藏 所有環境和跌倒 將成為春天的記號 我希望 你生平添我的照片 我愛著 愛情關係我的需要 天下 通过地步 越幻笑越泪失利 就越想 转天的寂寞 平常 天使要我静静拥抱 我生自到 它是为人别的依靠 通过地步 越幻笑越泪失利 将身为主恩典的寂寞 在大海边 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 登上最高山 才发现天有多高 寒寒的宇宙中 我真的为目阻挡 将微信 消失也没人知道 对我的情绪 转过最美中的微微笑 心想告诉我 一切还能看见了 我无所谓振扎 所有软弱的迭套 只是成为 轮延的记号 我无所谓 又听见我的高岛 不见aux burned 我无所谓振扎 把监管理我的需要 wisely rosия мои 24форм 方便到黄套 我无所谓振扎 或者是自保 我无所谓振扎 我无所谓振扎 警察 又 achtlessly 我无所谓振扎 可以振扎 我只能知道 它是為無緣的遺憾 我一路 又幻笑 又淚水 只成為原點的遺憾 我只能知道 它是為無緣的遺憾 你是你給我的道德 一個人走 趕緊換起我的需要 我一路 又幻笑 又淚水 我只能相信 它是為原點的遺憾 我只能夠 它是為無緣的遺憾 我只能夠 它是為無緣的遺憾 我只能夠 它是為無緣的遺憾 有泪水 要恨真偉 真天的季寒 祝我彼徒 要光描 有泪水 要恨真偉 真天的季寒 有泪水 真偉 真偉 主而念了季航 Hallelujah Hallelujah Shangara hargara hargara Hallelujah Shangara hargara hargiriyah Shangara har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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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走过的路 是的我们都有欢笑 我们都有泪水 但是神在我们里面的 那一位祂是给我们得胜有益的 不论在我们怎样的风雨当中 祂都是把我们尽情的荣抱 耶稣就是这么的爱我们 我们的所有的祷告 祂都知道 祂都随听 祂关心我们每一天生活里的需要 祂知道我们的痛苦 祂知道我们的不能 祂知道我们有限 但是祂爱我们 祂没有丢弃我们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有力量的走下去 祂看顾我们 祂爱我们 爱到底 祂没有放弃我们 我们不要放弃上帝 Hallelujah Shangara hargara hargara 祂就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是我们永远的帮助 谢谢祢耶稣 谢谢祢耶稣 谢谢祢 谢谢祢 谢谢祢爱我 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爱这个教会 爱我们的父子 主啊 我们谢谢祢 因为祢把这个家给我们 我们都是这里的家人 主啊 祢用祢的爱 来再次的拥抱我们每一回 主主啊 Hallelujah 让这个家人都为祢发光 让这个家为祢的荣耀啊 主 主 祢用保险来热带我们 我们所有的贵欠 我们都放在祢里面 主啊 祢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祢里面得胜啊主 让我们成为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祝福啊主 主啊 我们谢谢祢 我们感恩 主啊 谢谢祢 我们也祈求祢祭祝我们的孩子那些 没有来到教会的 主啊 我们的那些亲人 没有来到教会的 主啊 祢要带他们 带进祢的活动 主 祢要怜悯他们 施恨在他们的身上 让我们的亲朋亲友都看到 上帝祢所加他们的爱 让他们都悔改来回向祢 神啊 谢谢祢 谢谢祢 耶稣 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来唱最后一首 能不能 我属于你 你是我有面的部分 只想要字也在你电宗 卸上紧帮 等天就在你的高美 世上一切变黯淡 除了你遗忘 我还能有谁 我属于你 你只是我 你只是我 我永远一部分 你只是我永远一部分 只想要字也在你电宗 先上紧帮 我会想要字也在你电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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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我本多爱你 过来了无想起 自相的 operating 你电宗 心甘尽快 先进前一を 而愛妳 如意妳 妳是我永遠的孤魂 想像忽略在妳念中 牽上驚發 我愛妳的口味 失笑一些變恨 我愛妳的口味 失笑一些變恨 我愛妳的口味 失笑一些變恨 想像忽略在妳念中 牽上驚發 想像忽略在妳的口味 失笑一些變恨 想像忽略在妳念中 牽上驚發 想像忽略在妳念中 牽上驚發 想像忽略在妳的口味 失笑一些變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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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妳 愛妳 天生敬拜 全新天地人 愛妳 阿里瑞 要感謝上帝 阿里瑞 要感謝上帝 神耶穌我們敬拜給我們感恩 主啊 是的主 能不能讓我們一直停留在妳的同在裡面 主 能不能主啊 让我们之夜的都在祢的殿中来敬拜祢 主啊 哈利路亚 主我们的身体就是祢的殿啊主 让我们一直的跟祢对齐 一直的来仰望 一直来可慕祢 圣灵啊 祢做祢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阿爸天父我们爱祢 爱到祢啊主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主 哈利路亚 主也是停留在祢的同在里面 耶稣谢谢祢 感恩 哈利路亚 主啊 祢要保全在这 盖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的属于生命 主 哦 祢的借座今天早上 哦 主啊 祢的讲言物词 让我们当初来分享祢的话语 主啊 带下这些话语给我们的感动啊 主 带下这些话语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天地啊 主 主啊 我们需要祢 需要祢来 哦 祝福我们 喂养我们的属于生命 主啊 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的美好 感谢祢的慈意 要成就在我们的身边 主啊 我们谢谢祢 我们将荣耀都归给祢 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了 我们来给神一个掌声 荣耀归给祂 哈利路亚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读诗篇 第69篇 二十九到三十六 我们一起来读 但我这困苦 忧伤的神啊 愿祢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祢 感谢祢 称祂为大 这便叫耶和华喜业 圣是献牛或是献有脚有蹄的公牛 谦卑的人看见了就死了 寻求神的人 愿你们的心苏醒 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 不藐视被求的人 愿天和地 海洋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葬离祂 因为神要拯救治安 建造犹大的诚意 祂的名要在那里集住 得以为业 祂普人的后裔 要承受为业 爱祂名的人 也要住在其中 感谢神的欢迎 让我们继续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 赞美我们的主 让我们祷告 父亲 我们感谢祢是美善的神 谢谢祢赐下主祢的喜乐和爱给我们 天啊 感谢祢 感谢天父祢赐给我们 所有一切祢的祝福 祢美好的祝福 主 到我们把这奉献献上给祢的时候 主 你就祝福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星期三我们有祷告会晚上八点半 今天晚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有二十四小时的祷告会在Zoom里面 所以今天晚上的Zoom八点到十点是Pastor Subi会证到 然后也会有翻译 你要按那个翻译的钮 那么你就会取到翻译的 明天我们的牧师会带领 你傍晚六点到七点的时间 祷告的时间 然后就是今天晚上十点后呢 有不同的主员会带领祷告 我们现在要领受圣餐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节 也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生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省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便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我们花一些时间来审查我们自己 父神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我们需要主祢的救恩 我们自己并没有公义 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来赚取去天堂 可是主我们感谢祢 祢才派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借着祂的死我们能够和祢和好 因为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我们来守着圣餐乃是单单信靠耶稣 主我们祷告让祢叫我们佩德来守着圣餐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主耶稣就拜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月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至等到祂来 我邀请所有信耶稣的人来一起来守着圣餐 所以邀请我们的羊长老和我们的基弟兄上前来服事 那我们第一条做一个祷告 千万八天父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拣选了我们成为祢的子民 让我们的天父 让我们舍 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有这个机会舍 能够进入祢的天国 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 感谢祢 哈利路亚 在这个时候 我求 主耶稣再一次来赦免我们的罪 哈利路亚 神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祢 主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所犯的罪 知道不知道 得罪人也得罪神 隐藏的 隐藏的 显露的 罪 祢 耶稣 神 借着祢的宝血 来洗净了我们这些罪 我要感谢祢 哈利路亚 主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使到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 进入到祢的天国 哈利路亚 主啊 哈利路亚 今天是纪念祢 钉在十字架上 是哈利路亚 这个杯就是 你留下的宝血在十字架上 赦免了我们的罪 是哈利路亚 这个饼就是你的身体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用这个饼 我们用这个杯 是哈利路亚 是哈利路亚 有疾病的 有疾病的 凭着信心 我们都会被祢 医治 是哈利路亚 那些有血压高 是哈利路亚 还有糖尿病 是哈利路亚 是哈利路亚 以及其他的病痛 神啊 你释放你的大能 来医治我们 也医治美 每一位感谢主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 这个时候我们要 纪念我们的家人 是哈 我们的父母亲 弟兄姐妹在家的 那些甚至听过你的福音 还没接受你 还没打开他们的心门 主耶稣啊 你破碎他们的 刚硬的心 使到他们有一天 也能够接受你为主和救者 能够是 进入你的天国 神啊 哈利路亚 神啊 你怜悯他们 是哈 感谢你 主耶稣那些软弱的 你要钢强他们 软弱的 你要钢强他们 给力量他 无论在他们什么情况 在什么地方 你都与他们同在 感谢你 赞美你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 我们将祈求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 得圣的名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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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quanto 为了 小使 除了 羽主 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诸谢勒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起来纪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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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样的适当时他摆了一杯 当时他给了祝福 他说 这杯是一个新的祝福 在我的血泪 淘汰了为了你的罪 喝了所有的罪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月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起来纪念主 感谢主我们能够顺负于你 纪念你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和死 祝福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把以纪的时间交给 学历牧师 大家过得怎样啊 好吗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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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所要分享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 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所以我的主题就是 你正在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活 我请我的姨子去读在中文 好 我们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雨淋水冲 风吹 撞着 那房子 房子总部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资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大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在建立着我们的生命 就像建立一栋房子 我们的生命的命运会如何呢 我们的生命的命运会如何 是取决于我们怎样与神建造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所建立的不只是在地上的生命 乃是也是在天上的生命 所以耶稣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就是说到两个造物质的人 所以一个是聪明的 一个是愚蠢的 我祷告在聚会结束之后呢 我们每个人要成为那个聪明的物将 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人 他们是在造物质 是用同样的材料 在不同的地方造物质 所以从外观来看呢 这两个物质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们造的物质看起来 没有什么差别 都是一样啊 也许他们用同样的材料 所以就好像我们所看见的一样 两个物质看起来都是外观很美丽的 你看上面的那个 但是你往内边去看 或者是你更深入的去看 他们其实是有不同之处 所以最主要的差别是在他们 所造的房屋的根基是不同的 我们看不见那物质的根基 因为它是隐藏式的 在下面的 地下的 然后那个差别呢 就在面对暴风雨的时候 就看得出来了 在巴勒斯坦雨季的时候 Villagers can suddenly be hit by flash floods 他们任何时候都能够面对突来的洪水 The house built on the rock will stand firm 那罩在磐石上的屋子会立得很稳 Whereas the house built on the sand will be destroyed 但是站在沙地上 泥土上的屋子就会被摧毁 In 1 Corinthians 3.11 Paul talks about the rock 在哥林多前书3章11节 保罗述说到磐石 And who is this rock he's referring to? 所以这个磐石 保罗所指的是谁呢? This rock or this firm foundation Is Jesus Christ himself 这个坚固磐石呢 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 1 Corinthians 3.11 says For no other foundation can any man lay Than that which is laid Which is Jesus Christ 哥林多前书3章11节说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除此之外 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When we make Christ our firm foundation We can rely on him 所以当我们让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根基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依靠他的 We can be sure that it will never give way 我们知道他永不动摇 And if we build our life on Christ Our solid rock Our life will stand safe and secure 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建立在这个磐石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命是稳固的 We shall be saved despite the storms of life And we shall not be moved 所以当面对我们生命的风暴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强大 仍然是牢靠 Now what does it mean to build on Christ 要建立在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It simply means to live a life of total dependence And full surrender to Christ 就是完全地依靠 完全地顺服基督而活 Just as a physical house rests on a foundation 就像一个房屋 稳稳地在一个磐石上 Our lives must rest on Christ 所以我们的生命也要是 要靠在耶稣这个磐石上 We cannot make Christ the foundation of our life Unless we obey his teachings 若我们没有顺服神的教导的话 我们是不能够依靠他的 Today every one of us is placed In one of the two categories by Jesus 所以今天呢 耶稣会把我们分别为两大类 There is the category of man called wise And there is the other category of man called foolish 一类归为聪明的人 另外一类归为愚蠢的 How each person builds his life determines which category he will be placed 所以一个人如何地建造他们的生命 在呼吁他们选择做哪一类的人 The foolish man is the one who builds his house on shifting sand or the faulty foundation 所以愚蠢的人呢 就是把他们的房屋 就是他们的生命建造在这个沙地上 不稳固的土地上 This man had built his house with little preparation 所以这个人他建他的房屋呢 是没有什么准备的 He found a spot for his house and began to build it on the sand 他找到了一处地方 他是泥土也好 然后他就直接就造了房屋 We all know that sand is unstable ever changing and ever moving 我们知道流沙的地方呢 是不稳固的 Sand offers no stability and security 这沙土呢 是没有这个稳固性的 Sand can never provide a firm foundation 也不能够给予很好稳固的根基 Now some of us have built sand castles when we are at the beach 所以有些人在沙藤上 他们会建那个沙城堡 and you're so proud you say wow so beautiful so happy and then took pictures of it 然后建好了 哇很美丽 那个沙的碉堡 很美丽 然后就拍照 and when the tide comes in and when the waves and those come crashing against the sand castle it will be gone 但是当海浪冲上来的时候 那美丽的那个沙堡 就不见了 isn't it true 真的吗 we all know for your information Sand builders like instant results instant rewards instant satisfaction and instant pleasure 所以在沙地上建造这些沙雕的人 他们要看见即刻的效果 要很快地达到那个效果和成果 they are shallow and impatient people 他们是肤浅 然后又没有耐心的人 one moment they are hot for the Lord an another moment they are cold for the Lord they are lukewarm 就像那个人 他一下子围主发热 但是下一秒 他就心里就冷淡了 they are not fully committed to the Lord 他们不完全地围生于身 when God makes demands on sand builders and calls for full surrender to His will they make excuses one after another 当神呼召这些 在沙土上建屋子的人的时候 他们就常常地给很多的借口 不去顺服 不去跟从 He's likened to the person who hears God's word 就好像一个人听了神的话 but does not obey and apply His word of instruction to his life 但是却没有把神的话 却没有顺服于神的话 也没有将神的话 运用在他的生活上 the wise man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one who builds his house or life upon a rock 这个聪明的人呢 就是把他的生命 建立在磐石上 就是坚固的地方 He not only hears Jesus' word but he also obeys and puts into practice whatever he has learned 他不只听了耶稣的话 他也顺服于耶稣的道 然后他也运用在他的生命上 Notice that both sound house builders are professing Christians just like you and I 所以这些人呢 就像你和我一样 they go to church 他们常常去教会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Bible 他们对圣经很熟悉 they hear the teachings of God on a regular basis 他们常常有聆听神的话语 they talk like Christians 他们讲起话来 就像个基督徒 they do all the Christian things 他做所有基督徒们会做的事 in some sense they are building their Christian life on the teaching of Jesus all they appear to be 换句话说 他们活着的 这个基督徒生命呢 看起来 就是应该是个基督徒的样子 you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because the foundations of their lives are hidden 所以从外表来看呢 你不知道他真实的情况怎样 因为你看不到他的根基 so the real issue is not whether they hear and know the truth 所以问题不在于 他是否听到了 或者是懂得这个真理 but whether they do what God's word says 而是他有没有将神的话语行出来 and this is going to determine their destiny for eternity 所以这就在乎了他的生命 他的前途 他的未来 他的命运是怎样的 church only a storm would differentiate between a true disciple of Jesus and a false one 所以当暴风雨来的时候 才能够显现出 那个人是不是耶稣的真门徒 this storm I'm talking about represents the many pressures of life 所以这个暴风雨 就是在述说到我们生命 遇见的各种的挑战 it can be anything we are going through today 也许是我们每一天 或者是现在所经历过 在经历这个事情 and the true nature of a Christian is revealed in moments of crisis 所以基督徒真正的样子 就是当面对危机的时候 就显露出来了 when the trust of life comes the foundation of one's life and my life your life will be revealed 所以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面对生命的危机的时候 那么我们真事的样子 就显露出来了 they show what many of persons we are 所以就能够看出 你到底真事的是怎样的人 if it does not happen in this life it will certainly be revealed on the day of judgment 若在我们的一生里面 没有被显露出来 但是在审判的那一日 我们的真事的那一面 会被显露出来 in the old testament storm is used as a symbol for God's judgment 在旧月里面 暴风雨是在指神的审判 especially his final judgment 尤其是他最终的审判 on that day only those whose life is built on Jesus Christ will withstand the ultimate test of God's judgment 所以只有那些 在耶稣基督里面 立根基的人 才能够真实的 面对这场的审判 That is why Matthew 7 21 wants us Not everyone who says to me Lord, Lord will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he who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will enter 因为在马太福音 7章21节说到 不是每一个对我说 主啊主啊的人 都能够进入天国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being a carpenter Jesus knows how to build houses 所以耶稣是一个木匠 他知道如何的造房屋 He knows that when we build a house we cannot build it for a short term basis 他知道当我们要建造房屋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建立那个房屋 是暂时性的 The foolish man is the only one is one who only thinks about the present 那个愚蠢的人呢 他们所要看到的就是现在 He has no vision concerning the future 他对于未来前途 他是没有任何的想法的 He just wants to build his house quickly and enjoys it now 他要快快地把他的屋子建好 现在就享受 What happens today is all that matters to him 对他来说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He knows that during a storm the flood would destroy the shaky foundation of his house 虽然他知道当下大雨 暴风雨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屋子根气不稳 一定会被毁坏 He is like the person who hears God's word but deliberately disobeys the constant warnings and instructions given 但是虽然他知道了神的话语 但是他坚决不顺从 即使面对神的警告和指示 On the other hand the wise man thinks about the future right through eternity 但是那聪明人呢 他想关于他的未来 他的前途制造永恒 when he builds he builds for long term 所以当他建造房屋的时候 他是以那个长期性的 长期能够使用的方式去做 所以他就把他的物质 造在磐石上 所以这个聪明人 他不只是听了神的话语 他顺服于神的话语 把神的话语行出来 He knows that building upon the rock takes time takes commitment takes perseverance 他知道当他要建造一个 稳固的房屋的时候 他必须要花很多时间 他必须要有忍耐和毅力 去做这件事情 George, building on the sand is quick and easy 弟兄姐妹要在沙土上 造房屋是很容易 而且简单又快的事情 But building on the rock is hard work, time consuming takes obedience and commitment and dedication to the Lord 但是要把房屋建造在 磐石上是需要花时间的 也需要尾声的 也需要毅力的去做 Both men wanted to build their life on Christ 所以这两个人其实是要把他们的生命建立在 耶稣基督里 They both hear God's word 他们两个都听到了神的话 The wise man chooses to do what God says to him that he mark or instructs him to do 但是聪明的那个人 他听了神的话 他选择去顺从 去将神的话语行出来 But the foolish person is one who will blatantly blatantly disobey God's instruction 但是那愚蠢的 虽然他知道神的话语 但是他选择不顺服神的话 James 1.22 says But don't just listen to God's word You must do what he says Otherwise you are only fooling yourselves 就像雅德书一章22节说到 你们应该做行道的人 不要做单听道的人 自己欺骗自己 This afternoon Let me ask you this question What kind of house or life are you building 所以今天早上 我想要问你们 你们如何的建立自己的生命呢 Or what are you counting on for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your life 你靠着你要如何的来兼顾 你的安全感呢 你的生命的稳定呢 Are you living your life on your own terms and pursuing the world and all these pleasures of wealth popularity and power 你是否在你认为 生命的期限里面呢 你要单单追求世界和荣华富贵 All these are sinking sins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但是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们 这些的荣华富贵 这些的名利 全是都是像这个流逝的沙土 None of them will sustain you and I in the midst of the storm of life 所以当我们面对 我们生命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站立 If you are not sure how your foundation or solid how solid your foundation is 若你不知道 你生命的根基 有多稳固的话呢 Then stop building it on your own strength wisdom sufficiency compromise and putting on religious appearances 那么你就停止 靠着你自己的力量 靠着你自己的智慧 去做所有的事情 Commit to living our lives on God's terms God's wisdom and strength and not our own 而是靠着神的话语 靠着神所认为 神所说的是对的 去行 What you and I need is to build our lives on the strong foundation of God's word 所以我们必须要 把我们的生命 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That is why the basic foundation of our Christian faith and ongoing discipleship classes are important for our ongoing spiritual growth and maturity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对持续的属灵成长 和成熟呢 基督徒的信心 和门徒的课程 的操练 教会是如此重要 I really pray I want to encourage each of you to really attend the Bible study classes your pastor has weekly prepared himself and this is how we grow we grow in strength we grow not just in God's knowledge but in wisdom and in power and with authority that God has given to us 如果你们教会有查经班 我鼓励大家尽量的参加查经班 因为从神的话语里面 你能够得着这个智慧 能够得着力量 Today if you are growing and maturing in the Lord 今天若你是在 在主里面成长成熟的话 being a doer of the Lord 就是要做神的话语 要把神的话语行出来 You and I serve the Lord faithfully and diligently 所以我们要忠心耿耿地 来服侍神 discover your spiritual gifts and talents and use them well for his glory 所以你要去发觉 神所赐给你的这个恩赐 As you get equipped and empowered by your pastor by leaders of this church You will use God's word You to reach out to the lost 所以当教会在训练你们 装备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能够出去 来为主来做见证 as well as discipling the younger Christians 然后也能够去带领人 使人做耶稣的门徒 younger Christians here means someone who has just accepted the Lord 我说的年轻基督徒 其实就是 不是在乎年龄 而是在乎他信主的认者 whether you are a young Christian or a Christian for many years we all need discipleship 无论你是刚信主 或者信主很久了 那么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 必须要成为 耶稣的门徒 another area is exercise good stewardship of all the resources or wealth that God has blessed you with 也要做一个好管家 神所赐福给你的 所有的一切 你都要好好的去管理 去运用 reflect God's nature nature of giving kindness you know to people and generosity 所以你的生命也要显出 神的品行 就是温柔 良善 就是慷慨 Church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dig through the soil and mud 所以那些 要去 就是 去努力地 去挖掘 那个根基的人 that is to do God's will to carry out the instructions of Jesus 就是努力地去建造 这个根基的人 就是 that is to do God's will 就是做神的旨意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seeks Jesus as their master architect and his word to build their lives 所以这些呢 就像耶稣所说的是 是建筑师 不是建造坊屋的建筑师 乃是建造神秘的建筑师 I pray that today after hearing God's simple word of instruction 所以今天 当我们听见神的 这个指示的时候 You and I will make Christ our firm foundation 让我们让基督 成为我们 这个安稳的根基 and build our lives our family our children our career path our businesses upon God's word 所以要把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教会 家庭 事业 等等所有的一切 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 because no storm in light can rob us of God's stability security provision favor and blessings when we trust and obey him 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 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 能够 就是能够使到我们 动摇 stand with me 让我们站立起来 让我们闭上眼睛 有些人是做生意的 sometimes there's a pool from the world 也许 这个世界 有一些的 temptations 有一些的 诱惑 and I pray today that you know whatever pool that is pulling you away from God you will come back to the center of God's will and build your foundation upon Christ your solid rock 无论任何的事情 又或你要把你 从神那里 拉走的话呢 那么我 鼓励你 要坚定在神里面 what God gives us will always bring last true and lasting satisfaction 因为神所 给我们的 必定能够持久 必定能够 稳固的 and for some of us you know who are studying still studying 然后我们其中 有些也许还在读书 the peers the friendship that we built 我们所建立的 这些友谊 you know the Lord 你知道主 you know God's word 你知道神的话语 and if these friends are not contributing to your spiritual growth I encourage you to stop and no fellowshipping with them 若这些友谊 并不能够帮助你 更好好的来跟随耶稣的话 那么我鼓励你 停止这些的关系 because if they're teaching you to rebel your family your parents and rebelling God they are not good for you 若这些朋友 是叫你要背叛你的家人 叫你离弃神的 这些人对你是不好的 and for those who are working 或者那些在工作的人 sometimes the world can be mean to us 也许我们工作上 有时候对我们 就是很糟糕 I pray that you will make Christ your firm foundation 但是我鼓励你 让基督成为你稳固的磐石 and earlier on I mentioned when the storms of life come you know you will not be shaken 就是当面对生命的挑战的时候 你必不动摇 because your foundation is in Christ Jesus 因为你的根基 是在耶稣基督里 you know like this the chorus says He will never let go of my hand He will never let go of my hand though the storms may come the winds may blow Jesus will never let go of your hands 神永远不放弃我的手 当我面对 当暴风雨来的时候 神仍然稳稳地抓住我的手 before you leave this afternoon 今天在你还没有离开这里 I want to pray for those who need prayer 我要为那些需要祷告的人 that you will have God's peace and blessing and to know that when you leave this place when your foundation is strong and is built on no other than Christ himself you can go with God's peace and God's joy and God's stability security favor and blessing in life 让你在没有离开这里之前 我要为你祷告 让你的根基能够立在耶稣基督里 直到当你有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都能够站得稳 你心里有来自于神的平安和喜乐 whether you're in the transition whether you have family problem you need healing whether you are going through personal and no struggle just come out let us pray for you 或者你现在在面对一个过渡期 或者是有家庭问题 或者是经济问题 各样的问题 你可以上前来 anyone just come just come 你需要有什么任何需要的祷告 你都可以上前来 just com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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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